大家好 可能有些 miss了我的 星期六的軍事行動 是不是 我在這裏特別 講一聲對不起 因為星期六那天我就不在香港 我就參加了一個朋友 很好的結婚周年 難能可貴 五十周年 人生大家可以 兩夫妻面對 也都是在那個 旅途上面 首牽首走過五十年 這一個的確是 很值得慶祝 所以我就周末 去那裏和他 輕鬆了個周末 猜不到在這個 上周末裏面又搞這麼多 那些風風雨雨出來 實際上這些是 完全是不自反自的 也都是預計得到 在香港四海裏面 其中的黃煤毒素 一定會是攻我 砌我了 想到沒什麼好想 連我的專業資格都拿來去玩 實際上很無謂 這班人呢 如果大家不明白的 或者當初你見他這些伎倆 灑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是啊 很擔心 以我來說 我就已經是 接觸這些人不少 他來攻擊我 我也心中有數 所以他們 拿我英國的執業資格拿來講 拿我新加坡的執業資格拿來講 沒有辦法 口在他那裏 筆也在他那裏 但是心腸根本就不在他那裏 他們沒有良心的 他們只不過有一種 跟那些說冷血 打毒的 說話的一模一樣 只不過是想在那裏 knit picking 雞蛋挑骨頭 喜歡在這裏 我又在這裏作個簡單的回應 真金不怕紅爐火 是不是 真的假不了 講完就算數 那些無謂人 又說我後面 又擺搬音又不對 那我告訴你 所有都是擺切 那有些什麼問題呢 又講到一些說話 又說 又不知道 又養什麼鬼仔 諸如此類 哎呀 這個世界上那些人 亂說 是不是 擺切 那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照片當年 2012年 我們這些小動物 在哪裡來的呢 是南非過來的 2012年 11月的時候 我跟曾俊華 當時他是 財政司司長 就訪問南非 那我都很喜歡 買一些擺切的 那所以呢 這個呢 我就買了回來 有一堆那些 猛獸啊 炮啊 可以說龍虎炮 什麼都有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 給我屁股你看一下 是不是 這個呢 就是 這個 河馬 很別次 這些手工藝 全部都是 南非的本土那些 那些製品 又不是十分貴的 它是Handmade的 寫明 Handmade in South Africa 看那些黃梅師讀的 那些 懂不懂 看英文的 先給他看看 那些手工藝 又彈別人的英文 不要了 Handmade in South Africa 那這個 多少錢 這個 但我前陣子都沒有 這個又多少錢 我忘記了 所以呢 這個 觀音像 這個是我媽媽買下 等在這裏 那我覺得幾好 我對中國 文化 我是中國人 是不是 對很多 我們的圖詞 禮品 那些很好 那又有人說 等個觀音在這裏 你是基督徒 拜觀音對不對 跟著又說 那些 那些 其他那些 那些 擺在那裏 又說 不知什麼宗教 你想想 人言可惟 我們是清且自清 謠言自於智者 那我們就知道了 讓你看看 後面這裏 那 難道 有些酒等在這裏 又是供奉酒先 是不是才是流令 這瓶酒 很久了 這瓶 是什麽牌子 我都不知道 叫做 A Hardee A Hardee Blandee 很久了 這酒很久了 未開過 但它已經 蒸發了 有一半沒有去 這酒是古董酒 但我自己又不是很喜歡喝酒 但我很喜歡收藏 很多東西 別人送給我的時候 我特別是很珍重 另外有一瓶 這一瓶我又不知道了 剛剛也是中秋有客人送了一瓶 2009年的Crosa Mugado 這是西班牙酒 1.5L 我通常是等在這裏 等在這裏 是不是又供奉這些酒鬼呢 不可以 不過不要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證明這個世界上面 你不知道的時候 就被它嚇死 知道的時候就會笑死 這些網上的欺凌 眾傷人的說話 這些 是不得 不得 不要得 遲些我想 都要搞一個 反對網上欺凌的運動 較早前我已經做了一個 但是我沒有特別去推動下去 今天在現在的氣氛下面 對不起 不是撕裂 要搞清楚一件事 是這些惡人 擺讀的人 以及擺讀的人 擺讀的人 一直已經 操縱著香港的媒體 以及這一種人 避了在後面那個網絡的面紗 做了很多 可以說都是傷天害理 講話 沒有口德 不單止 直接是很人身攻擊 你聽到和看到 在教育大行裏面那些類似的事情 或者比那些還要厲害的 有的事 那這一種這樣的行為 大家要講一下 我們是否容許一個文明的社會 所以如果我們講言論自由 是不是有一種無限的 那種無限制的情況裏面 去攻擊別人 這一種是你們的決定 但是我呢 就已經有個決定了 那我也都認為應該要 人與人之間立場不同 不要緊 但是最重要就是互相尊重 不過因為立心是這麼差的話 你都不需要給面 予以痛擊 和要去迎戰 所以這個不是我何君堯一人的戰爭 也都不是我是 就是 遼是生非 也都不是我去撕裂這個社會 講話如果我去撕裂社會的話 我想他看少了一件事 就是在 沉默的大多數香港人 已經受救這一種這樣的 網上欺凌 搞亂香港社會安寧 我只不過是 是站起來 予以一個 予以一個 否定 我只不過是 吹起 好覺的第一聲 你不要看少這個沉默的大多數 當大家 已經去到忍無可忍的時候 走出來的時候 你這班這樣的友仔 你就無地自容了 所以我在這裏 就跟大家講一聲 就是說 謠言 至於至者 我也都是勇於去面對 攻擊我的那個專業資格 我現在答了 我也都告訴大家 很清楚 我是有這樣的專業資格 但是 由始至終我在香港 也都是執業這麼多年 也都是慣常 在我們的行業裏面 有很多都是拿不同地方的專業 即是執業資格 但未必一定要在其他地方裏面執業的 有些可以說去到那個地方裏面 拿了一張practicing search 但是甚少出去的 當然有些跨國的所裏面 來自於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域裏面 他有超過一個地方以上的執業資格 這些也都很普遍 如果他真的 也都是因為他那間 firm 裏面 有跨國的業務要做的話 交了那個practicing search 也都是很尋常 我來說我這一個就是一個執業資格 在英文方面來說 寫的就是 Admitted as a solicitor in UK 或者是英國 and Wales 還有In Singapore 每個人都這樣寫的 在中文方面來說 正如我在Michael Chagani的節目裏面說 Lost in Translation 在裏面翻譯的時候 有些東西可能沒有那麼嚴謹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意圖 去欺騙任何人 不過這些小問題 在那些不是反對黨 那些是喜歡搞搞振的那些友仔 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他一定會在這裏大眾文章 狗口不會長出象牙 他一定會在這裏來說 就是大興的文字獄 他們說白色恐怖 實際上他不單是白色恐怖 黑色恐怖都搞了 也是語言暴力的 也什麼都做齊了 我來說 我就覺得很遺憾 社會裏面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有些還是說自己是 什麼什麼自由民主 經常都是講一套 但實際上他做的 完全是另一套 那些友仔我們不需要害怕他 有膽就放馬過來 我就做我自己的工作 我仍然都會在我堅定的立場上面 是反這個港獨 這個是必定要做 為什麼呢 我在節目裏面也都講 這個不是何君堯一個個人的戰爭 如果你是搞港獨的話 你就違反了《基本法》 也都是陷我們全香港的市民於不義 也都是造成我們一個很大的分化 我絕對不會小看這個問題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來 20年來 那些人是蠢蠢動蠢蠢動蠢蠢動 一直都是在那裡推動 推動到現在這個階段裏面 差不多每一年 好像跟七一遊行事件一樣 掛勾在一起的 總之就是開學這班學生 全部出來搞港獨 本土港獨這些全部就是很不治 陳健波也都在這個問題方面說 也都說得很一針見血 實際上這些是沒有前途沒有出路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要做呢 刻意就是想搞一件事就是 搗亂香港 將香港的一國兩制 是來打垮了 拉倒了 這種人的心腸真是很不好的 又不是香港沒得吃 又不是香港沒有自由 言論自由 包括現在他說的這麼極端的事情 他都還沒有面對法律制裁 有幾個原因的 但是我想總的來說 香港是一個最自由的經濟體 世界各地網香港 這個都是有一種妒忌的眼光 偏偏就在香港裏面有一小撮人 現在開始我們說不要一小撮人 現在這些很明顯的人士 目中是無人 亦都是視法律如無物 就示意這樣破壞我們香港的整體環境 衝擊我們整體的制度 用一種語言的藝術 用一種言論的自由 但是有他講就不准人講 跟著他大興文治玉 他將你的意見扭曲 他特意會用來去起你的底 希望在那裏翻箱賭籠裏面 找到一些東西出來 這種是製造白色和黑色的恐怖 還有一種是恐襲 什麼叫恐襲呢 就是恐嚇你 和在網上襲擊你 這些如果嚴格來說 我都會說這些是恐怖分子 整個運作後面的錢 那個來源也是成疑的 也有些大奶媽拿外國錢 然後經過他去分派 派餅仔給一些宗教領袖 藝領袖這些 講一套做另一套 有些當然也是藝的 藝學者 他講的也是另一套做的 實際上做的更厲害 因為毒壞了我們那些年輕的同學的腦 我說得很明白的 為什麼我會這麼咬牙切齒呢 可以說這個 如果是搞亂我們香港 他還在說我去撕裂 或者我們去做這些事情 去微共 罵我去共匪 我想這一種完全是 你看到他的心情 就是根本沒有辦法 他唯有用盡這些惡毒語言 去和自己政見有違背的人 盡量去誣裂他 去侮辱人 這種慣常的伎倆 我叫做孔習 他實際上收這些錢回來 也有一些 他們很喜歡說 支持建制後面有一些叫五毛 實際上這些 是如無飲血的人 他們洗黑錢 因為他們的錢來得不光明不磊落 但是他們做了這些 違非作歹的事情 因為我為什麼會說違非作歹 他就是喜歡搞亂香港 還有做的事情是違反了 現在我們的公安條例 和這個基本法的精神 因為他們要搞港獨 他搞港獨的原因 他知道搞不成的 但是他在這裡喜歡 Rock the boat 在這裡搞到 搞到 大家都頭髮髮 運船浪 搞到天船地轉 這些就是 大家已經認清楚 我就很贊同余非他的廣播 有這麼說 撕裂以前一年左右 是由他們襲牛耳 但是現在我們群眾 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數 漸漸騷醒 也是懂得要發聲 正如我在917裡面說 是一個咆哮的集會 由一個立喊 現在已經進入咆哮 我來說我會繼續 不會忘記 是這個反港獨 反冷血 反魏巷 撥亂反正 隔走戴耀廷 這個繼續會做 有傳聞說 戴耀廷會不會是他自己 現在想好後路 我覺得這一種傳聞 我不理會 我實際上 我會做回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繼續 向港大的後委會 要求他啟動這個投訴機制 來處理我那個正式的投訴 剛剛這幾天 忙忙於很多事情 我也不會再回應那些無謂的 例如HK01 他專門打破沙盆民道督問那些無謂的問題 我不會再回答他這個問題 你認為有人犯法的 你就去舉報 就跟著長洲佬一起去 是不是 還有這些 那個長洲國 我不是長洲佬 不要侮辱了長洲那麼多良好的市民在那裡住 還有在將軍澳裏面 只懂得張銀軍 那些人 他也是 失落的一名 他走過去去告那些 叫做 賄損 對 我實際上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未必能夠 有這樣的時間 招呼這些無謂的人 所以 今天跟大家講 大家不需要擔心 我沿途見到很多朋友 很真摯的支持 我敢言 也都為大家 發聲 講了大家心底裏的說話 由於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走出來 這樣被人放毒戰 但是我的免疫能力相當高 所以這些所謂的恐襲 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情緒家一定會有少少被他 激傷 是不是 那夠早前我也都 收到好的朋友說 喂 弄一段片 在網上講講你的心情好不好 那我的確是 對那些恐襲的 和那些語言暴力的人 我叫他們不要做這些事 是不是 傷天害理 你不要煩我家人 那的確是令到我家人 心情裏面是很不開心 幸好大家都很快都已經回復過來了 這些問題不需要談他 但是 的確是害怕的 所以我報警 所以這個問題已經交由警方去追究 至於 在我不在香港的期間裡的周末 也有看到一些照片 就是說 長毛帶領 還有朱凱迪 毛孟靜 陳志全 遙重炎等人 就是 拿著條金腰帶 中間有個殺字 紅色這個字 然後 就把它拼在我張照片裡 形成 任何人看上來 這張照片的確是有煽動性 和鼓勵別人 或者他自己直接或間接地 有意或無意之間 實際上不會是無意的 如果他就這樣等的話 就是鼓勵別人 真是用這個武力 或者是對我構成這個 人身安全方面來講的一個威脅 這個我的確是擔心的 因為尤其是這幫傢伙 他們是走出來這樣做 口說就說 我在我的917裡面 是鼓動別人用這個暴力 實際上不是那一回事 但是他們在反對或者示威我的時候 他們自己做出的行為 的確就是做這個 有鼓動性 和去煽動別人用這個武力 來去攻擊我 所以殺是什麼呢 然後我張照片在這裏 所以我就 現在已經準備了我初步的那些 報警的資料 那我稍後呢 我就也都會去灣仔警署 就會去正式去報案 針對這幾位人士 包括但不限於剛才提的名字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 在那個過程裡面 是有這樣的展示和陳述 被人看得到 他的那個異警是這樣 所以呢 就大家 要在這件事裡面 測量眼睛 看清楚究竟哪些人是賊 而喊足賊 哪些人是搞白色恐怖 哪些人是搞文革 有人說我隔手帶耀廷是搞文革 實際上這個人都知道 根本不是文革一回事 文革的意義根本不是這樣 上次有位老外的教授 都說 來去 disagree with Benny Tai 說我搞文革 文化大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 所以公道自在人心 所以公道自在人心 公道自在人心 這個 是 是不是衝擊了這個學院的自主 和這個獨立 和是不是衝擊了人家的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等等 這些所有的說話 我不會叫他們做泛民 這些泛統統稱是泛什麼呢 有些是犯法 他們支持佔中 現在實際上也要面對這個法律後果 這些傢伙完全是強持奪理 如果有人走出來以一個正義之聲 以正嚴詞和他對的話 他會用幾種手段去打擊你 第一就是用一種文工 找你的資料出來 用文字去攻擊你 講得好像很有道理 實際上歪你連篇 第二就是恐襲 文工和恐襲 用恐嚇性的語言 發動網絡上的污言諱語 他們有一隊軍隊 你看到我出來 秉一下戴耀廷 短短的時間裏面有200名所謂的學者 你看清楚那些什麼面孔 又是搞佔中的 就是200多名來譴責我何君堯 那我都覺得 在這方面來說 我都算威水了 可以勾出這200條 這200條 超級虛偽學者出來 然後我917的聲討大會 實際上是反港獨 這22位的議員 不用在24小時裏面飆出來 他沒有去批評任何 學生裏面搞港獨的問題 反而他就 借題說何君堯講一個字 無錫 配合了嘉賓講殺 於是就這樣 這班人 從8月中旬到現在 都沒有批評過學生在校園裏面搞港獨 沒有批評過這班學生會的同學和前會長 是講支那人 他們完全是沉默 直到這一刻都沒有一個聯署來譴責 不要說譴責 循循善有講一句公道說話 來去糾正這些學生錯誤的思維 半個字都沒有看 但是他可以 因為何君堯 那個說話和我 事後集會之後 不斷有些黃媒記者 那些八幾幾那些 那些垃圾網媒 他一定會攻擊我了 我可以告訴你 我批評完那些獨國之後 現在他換另一隻裝上去 那些數碼那些 數碼那些 01那些 然後有八幾幾 這些全部用數字的傳媒來去攻擊我 因為上次那隻獨蘋果那些 那些被我省到立立令 是不是 問東西又不驚大佬 那些人也是這樣問 那我已經回答了幾次 然後再回頭 然後我再討論 港獨裡面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我會 那我會 當時說得比較氣沖沖 那所以 他們接著 將那些東西 剪剪貼貼 最厲害就是 財剪剪剪二三次的創作 加上去看上來 就好像 何君堯只是 整天裡面就是講那一句 實際上他將那件事無限方大 再加上 就是傳媒裡面 我說這一句 他裡面無限方大 就將那件事 擴闊得是這樣 很多人都明白我說什麼 但是 正如說 香港四海裡面 黃媒拿著的 那個傳播的媒介 那些媒體 它在那裡一邊loop 一邊loop 你都沒有辦法的 但是 正如說 這個鬥爭裡面 必定會有的其中一種現象 最重要是 站直 淡定 要路視 這班這樣的 只是用一種恐嚇的手段 來去 擇愛別人的聲音 我相信這件事情 大家都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二十年了 香港 今天是 是 是有一個形勢出來 就是 他們不會再這麼容易 可以娛樂 不能得到 香港人 有很多都已經沉默大多數 都走出來 是騷醒了 所以 我也都為了照顧 部分的人 在這件事情裡面 可能未必會完全 看得清楚 我說 不好意思 如果是有些 延遲之間 使人們感到困擾 這是一個遺憾 但是我們的主導精神 是說什麼 反對港獨 也是反冷血 反危學 撥亂反正 隔手帶要停 這個工作 我仍然是 挺進 繼續去做 說到為什麼我會 對 港獨會 這麼咬牙折齒 實際上 很簡單 作為中國人 你怎麼會 希望自己 會陷於一個 分裂的狀況 難得在 九七回歸 就是要體現到 中國人 要抬起頭來 我們領土要完整 竟然今天有人明目張膽 搞港獨 而那二十二名的議員 那些泛統議員 是半句字都沒有去批評 但是 實際上 他們是挺毒 所以這些人 大家認清楚 他 我在這個問題方面 是夠膽去力斥他們 也去排斥他們 也跟他們 去作一個全面的鬥爭 我這方面來說 我作為立法會議員 我就要行其位 素其位 我現在做我自己的工作 就一定要這樣去做 為什麼我會這麼反對呢 很簡單 首先一件事 剛才說了 就是 你想把香港陷入在什麼狀況呢 現在已經是一個撕裂 由於他們搞成這樣 我只不過是撥亂反正 但是反過來他就說 我來撥亂反正是不對的 就是等於 有賊做了事情之後 我們抓賊 就說我們是製造事端嗎 將那件事本末倒刺 作為中國人 有什麼不對呢 愛國愛港 這個也是很正常 對不對 無論你在血緣方面 文化方面 歷史 傳統 地理 政治 和法律方面 這七個範疇 你有什麼理由 不會愛自己國家 或者不承認你自己是中國人呢 所以 你在流的血 你是炎黃的血脈 你爸爸 除非你說你爸爸不是 你說你媽媽不是 你爸爸你媽媽都是中國人的 華裔 是中國人 為什麼你會說自己不是中國人呢 哪個傢伙說 生出來在香港的時候 中國人是強迫性的呢 沒有辦法 沒有選擇呢 這些簡直就是 蕭維亞 對不對 有哪些人說 中國是虛構出來 去虛幻出來 是不存在的呢 純粹是因為有人造假 造了中國出來 這十三億人都不是中國人 這些是什麼思想呢 如果他在青山裡面說這些話 我都會體諒一下他 但是原來他在這個香港大學裡面 是說這些說話 還是開學典禮裡面 是風人風雨 和較早前這個伊麗莎白的 舊生會中學那間 說那個學生 代表6A那個 就說要學做一個不夠體面的人 而校長仍然都是 也不也實際上不是不也 他實際上已經是贊同了 和讚賞了這個同學 他有這樣的獨立思想 真是 搞到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 很可憐 我們給了錢他們之後 讀成這樣 和徒讀他們的思維 這個真是 養不教父之過 教不嚴是師之墮 現在不單止墮 是很有問題的 在血緣方面 你可以 ignore嗎 在文化方面 你自己說的 是廣東話 是中國的文化 是中國的語言 其中一個謊言 所以在歷史方面 你有沒有看清楚 我們的歷史成全 在我後面這裡 還有一個花瓶 那些文化水平低 但是 他都扭曲了 從歷史裡面 和文化裡面 我們有的 是不是 你不承認自己的中國人 這幾樣 傳統 過時過節 新年你派不派利是 這是傳統文化一部分 中秋你吃不吃月餅 還是吃九餅 你吃什麼餅 是不是 OK 端午節你吃不吃種 你還是沒有種 是不是 好 這是傳統 這是擺明中國的傳統 你又說不是中國人 你想怎樣 是不是 要麼沒有種 要麼吃九餅 新年你又派 可能你派大家利是 是不是 你不是中國人 你是什麼 你叫你爸爸 不是叫我爸爸 叫你兒子 不是叫你兒子 是什麼呢 所以這些人 根本就是 好像以前那個出什麼 吳楚凡那樣說 這些是吃碗面 反碗底 這些人是沒有用的 這些真的是 吃失禮 養他都嫌多餘 好 地理上 香港你一千零一百平方公里 我們又位於這個珠江三角洲 現在大灣區的口那裡 就是珠江口岸 我們這個地方 地理上是緊貼著中國大陸 你懂不懂地理呢 向來它是中國一部分 好了 如果你說脫離 那你怎麼生存呢 水都不夠你喝 譬如像那些廢紙 去不到大陸處理 你只塞著那些垃圾 你都不行了 陰公你便秘 地理的問題 他又不懂 好了 講這個法律的問題 《基本法》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香港是中國的不可分割的領土部分 他又在搞港獨 怎麼搞呢 講政治 這件事死蠢了 他們真是蠢到教官了 這個世界上你當然一定要是什麼呢 要跟強強合一 如果中國大陸 他是一直走下坡的 那你自己要割席 要自己走出來 就算你有這樣的條件 當然你已經沒有這樣的條件了 講這些傢伙的人 根本自己 自己也照顧不到自己 他就說要去搞港獨 那你怎麼搞港獨呢 不如叫他吸毒 在這個情況裏面 你怎麼搞港獨呢 在政治情況下 中國現在無論在國際的地位 我們的經濟 科研 我們的文化 和在民間裏面的軟實力 我們的中國文化 重新亮麗 拆掉 那個燦爛的一頁 光輝的一頁出來 這些是 各個 客觀上的 條件 都是 正面的 在這個情況裏面 你說 不認 中國是你的 國家 請問你想認什麼 認賊作婦 有些更愚蠢 拿回英國旗出來 去扯 有些英國人就說 大哥你不要把我的國旗 亂扯 你自己扯回去 你自己扯 家裡扯你自己的旗 你不要扯英國旗 是不是 所以搞港獨這些人 我們大家可以總的來說 一 是有一幫別有用心的人 刻意搞搞震 實際上他不會是成功 但是他喜歡搞這些局 這些人是非常之大毒 因為他也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冒著犯香港的法 但是因為他是有龐大的背景 所以他都要搞搞震 這些等於是滲透性的工作 影響當地 香港 就是那個環境 對他自己本身 是有他的政治和地緣的利好因素 你香港不亂 中國不亂 他哪裡有運行 所以通過香港來 擾亂中國好 或者擾亂了香港 令到你中國尷尬等等 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實際上 現在大家都已經看得很明白 另外一種就是愚昧 愚蠢 從網上我們看 他們這幫傢伙是收錢辦事 但是他很厲害 就說人家三毛五毛 實際上這幫傢伙 簡直是盲目 總之有錢 他一樣去做 但是做了上來水平不高 因為他批評我的東西 諸如此類的東西 根本都不到位 那就完全喜歡去轉移視線 大家明白他轉移什麼視線了 我們要重歸正路 撥亂反正 所以這些也有些是收錢辦事 刻意惡毒去攻擊人 這些是收水做事 第三種就是 好像是盲目那樣 或者理解能力不是很高 於是被他牽著鼻子一起走 在社會裡面一定有這樣的現象出現 所以大家 我在這裡呼籲 我們從歸正路 我們是不會受他轉移視線 我是做回我自己的反港獨 這個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外國外港 是不是突然之間 不要忘記 我跟在香港 很多謝 也有部分的網民支持我 也看到這件事 以我來說 我為什麼會跳進政治的圈裡面 我有自己個人的抱負 對一些違非作大 我是不會姑息 也看不過眼 我也都是疾惡如愁 如果你是做出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敢於發現 我也都將我自己心聲裡面 相信的事情 我講出來和大家分享 別有用心的人 很自然一定會扭曲 也都是我講的說話裡面 他扭曲 將那些事情去做 包括那隻HK01 現在他們可以說是讀蘋果的替身 或者是副手 我較早前去香港大學 出席一個劍橋香港學生會 對香港事務的關心 有一個回歸二十週年的講座 香港何去何從等等 講這個題目 我一開始跟大家講 簡單講 香港基本上是好的發展 除了有部分人是佼佼振之外 但是在我們的工作裡面 就是人生裡面 我講我自己的經驗談 沒有人是完美 也沒有人會說 永遠做的事情是對的 過程裡面 必定會碰到一些困難 會遇上一些逆境 我就很感謝 因為我有我的好爸爸 也會指點我 當我心情低落 遇上挫折的時候 幸好有人指點下 那就扶一把 然後輕輕也可以跳過了一個難關 所以勝是勝在 就是什麼呢 當自己做的時候 一定會相信自己一定對 但是過程裡面 總是會犯錯 犯了錯的時候 從旁的人是予以糾正的意思 所以我就說我又感恩 因為有好爸爸 他也是扶持我 我們是喝水之源的 對不對 爸爸那麼疼我們 我們當然一定很孝順 我也是在當中裡面 我怎樣生活 都是靠爸爸而已 我有什麼自己的經濟能力 於是說這些說話 是來自希望年輕學生 可以知道 你看到今天何君堯 實際上好像牙斬斬那樣 實際上也都是有很多人幫忙 有很多人指點 包括自己的爸爸 所以大家也都要孝順是一件好事 對長者要尊敬是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情 但是那些讀媒 就把你的說話扭曲 然後起我底 就說 我讀那間學校的水平又差 所以出了我們這些 宅人 然後我還看 1984年裡面 何君堯救生 原來當時已經捐款了 所以他畢業可能也是磅水的 用錢去買個學位 這些人 簡直是cut to 被他留在媒體上 你說是不是害死很多人 一 他沒有水平 二 他問事有沒有去問過 有沒有來訪問過 我先聊天 就亂寫 猜測性 完全是顛覆了 在傳理系裡面 保持客觀 還有力求 那個真實 做研究又沒有 然後自己不夠資料 就是猜測上去 加些資料上去 今天我們看到的黃媒 他們基本上就是 全部都是老作的 而且老作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誤導群眾 誤導公眾人士 加強對某些人 形成的偏見 會不會告他 遲些先 因為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好意思 我們先保留一下 但是大家已經明白 不需要擔心這些人 因為他用一種恐嚇的手段 來襲愛了別人 對社會的一個正義 和正常的要求 然後他就保障自己 後面一大班人的利益 總之他就唯偶 誰走出來 槍打出頭鳥 這個就是他們的手段 所以他有三個版本 第一就是我剛才說文工 第二就是用武方面來說 是武力 恐嚇 恐襲 第三呢 善於就是 再做些文章用來挑剔 挑撥離間 離間計 令到你自己好像內部裡面不團結 不好意思 也分割不了任何事情 實際上我也是沒有什麼 給他分割 我周邊的同事來說 我覺得不是什麼大件事 不過有時候大家再看清楚 是可以看回那個事的原委 也都會重新 會整裝這樣 會蓄勢這樣待發 今天我跟大家講了這麼多 所以 回答大家就是 我上個週末 我去了第二道 跟別人慶祝50周年的結婚 竟然有很多問題 針對我這個學歷和執業資格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就是非常非常之膚淺 非常非常之卑鄙 可能是中秋 除了有冰痞之外 還有一些卑鄙月餅出外 然後我高興也有一個street talk 他要求請我過去講 我都答應 好 那就講 不要緊 真理越變越明 也都越講越清 但是不會影響我 是延續我自己主導工作 就是反港獨 隔壽大耀廷 這個必須要做 我會再進一步 這個星期會出了一封信 再去香港大學 至於在區裏面 講到 不是區 講到其他的工作方面來講 我受到這樣的攻擊 恐襲 我照樣交給警方去做 我今天就和大家講了這麼多 所以多謝網上面 我的軍事行動之友 我的fans 給我很大的支持 在這個困難時期裏面 心中有股暖流 周邊也有很多很好的問候 給我的鼓勵 多謝各位 好 現在我很快去看看網民的意見 好嗎 Carmen Cashmore 這一代要教醒 下一代要教正支持你 多謝 何瑞文 支持俄羅斯 軍事 軍饒牌 滅蟲劑 主治 功能就是消滅黃絲 和蒼蠅 和烏鷹 Samson Chan 支持何律師 Roger Lloyd 不可不防小人 對的 我在明 他們在暗 但是我 我這條戲有時候不強 我要講出來 但是都要keep a watchful eye 要看周邊的情況 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 都是要報警 要處理 Ginsa Zhao 何律師反常好 與君同行 多謝 多謝你 Gina 不是Ginsa Rita Lee 小心身體多多保重 多謝 朱華忠 還有 狗餅魚餅出 HoHo 何律師 Cindy Liao 支持何律師 葉記 多謝你 堅定支持何律師 Laurence Liao Available to give to go live with you Lo Wong 黃絲吃cash 都不行 支持何律師 林淑芳 黃絲 反藝學 談天華 有幾個讀師 說些廢物 不衰 不說 不臭就不搞 不蠢就不做 不蠢就不做 整一廢柴 現在我採取的新策略 就是對那些黃絲那些都不要客氣 較早前我都採取一個開放態度 由於我的粉絲說 都不要讓那些朋友進來 搞亂派對 變成我們又要丟他 影響了我們大家的心情 不如何律師 把他封了 好嗎 好 我採取這個行動 有些他不雅的話 我就會 騙了他 不會騙了 然後 有時間 做完 就把他 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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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言論自由 在我這裏 如果現在你亂說話 我就把你去 隔走 和戴耀廷一樣 隔走戴耀廷 隔走這幫黃絲 我們撥亂反正 我會稍後會做 多謝 OK 就 Xiaolin Hong Food 就是 這幫垃圾捉自失 能夠將佔中三子送去精神病院長住 政棍也是長頭草 歪理連篇支持何律師 對暴民說不 Gladys Tam就說 加油支持何律師 張少林就說 保國護民有顧忌 害到家庭 真 做不到事 嗯 沒錯 Margin Luke就說 努力加油 OK 大義東就說 不要棄女 不會棄女 威威威就說 站硬 多謝 Jayson Chang就說 小人就要殺殺殺 我們就 不要說這些事情 對不對 上次我就 撐著和哥 因為我知道他不是真的要鼓取這個動力 暴力或者武力 但是我明白他的意見 那我就說了一句之後 都已經有這麼多的批評給我 那我今天在這個Michael Chugani裡面說得很清楚 這個也都是沒有必要再去糾纏下去 因為那些擺明他黃絲的搞搞震 那我也都已經在我的平台 在我的那個媒體 在渠道裡面作了一個很清楚的解釋 那有什麼就放馬過來 Richard Chang就說 要誓產民主邪教 Monix Chang就說 支持俄羅斯 Jason Chang就說 Good night俄羅斯 好這個時候差不多是12點03分 我們是時候也都要說拜拜 讀多兩個先 但是今天都好像很多人發表言論 上面我都沒有辦法去回應 這個什麼Color Show呢 就是說 來契弟賣子政契契弟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意思 可能不是罵我的 是不是 OK Emily Wong 好 陳文在支持何律師 這個肯定諷刺我 通常那些黃絲那些 他沒有養見人的 這些人心裡面有缺陷 他說支持何執業律師 叫我執業嘛 是啊 執業就是清道夫 對不對 對了 就是掃走你這些垃圾 OK 葉記就是封殺黃絲 OK 我會做的 就盧王 支持何律師 十萬個 Candy Lamb Ernest Fan 就說何律師 你好有正氣 正不正氣都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要救氣 好彩 我都雖然是忙 但是我都會繼續做一點點運動 這陣子 怎樣忙都會擠些時間出來做 最重要是有氣有力 多謝 葉記也是這樣說 動動動 OK Galanteng就支持了 OK 下面還有大大串 讀了AK你好不好 今晚這個課程有幾隻 冤鬼來了 殺回他們 落地獄 好 那你們去做 稍後我先去慢慢 剿滅他們好不好 OK Emily Loud說 行會那些人 亂搞大和諧 離譜 港獨 殺就不行 那就要 解放軍來做什麼 所以 你以後應該阻止部分政府的議案和教育等等 給他們一些顏色看 就不是阻止這個議案 尤其是我們要考慮清楚 要不要提供這些補給和子彈 給這些藝學還要屠毒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那50億元我們要想清楚 撥款歸撥款要怎麼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我會稍後再研究這方面 多謝 Rex Law說 全球有哪個國家的人民會有 不認同自己是本身國家的人民的 香港就是其中一個 但是 在國外人眼中 你怎麼不認也好 是他們眼中 你始終都是黃皮膚的中國人 是啊 人家叫他青 叫他黃蟲 這幫傢伙走出去就臉懵懵 被人生了一臉 英文又講不到 只會講粗口 對著外國人打工作浴 是不是 有些我會見慣的 真的是這樣的 但是看到自己人的鼻向天 為什麼呢 沒有必要 OK 不要緊 應該這樣說 你如果是 你的取向不要緊 但是 你不要 不要 不要 侮辱人 你對社會有 承擔 還有 有 正面的 有貢獻的 那是OK的 但是 你自己信仰 你自己說不做中國人 OK 沒有問題 沒有人逼得到你 但是麻煩 你真的說自己不是中國人的時候 你很簡單 將你自己的香港的特區護照 交還給政府 你可以去說自己不是中國人放棄它 那你就拿著你自己的其他國的護照 那你做事一定要延行一致才行的 不要一直拿著掃 然後又不認掃 那這種是最可恥的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堅毅的信念 來不做中國人 你可以說出來 你不要 你直接做 不要只是口說 好不好 Wise Wong Lin就說 之前俄羅斯把這些黃絲剿滅 張少林也說 最失敗就是 應用錯殺字 殺氣 無聲 應用錯 那不是的 我不是說認錯的 我說如果那件事回頭 可以有一個好的choice of works 讓大家會舒服一點 沒有問題 但是當然我當時 是 作為整個節目 這個運動的召集人 嘉賓想去說這件事 第一 我控制不了 第二 他講過我也覺得 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知道他不是在想那些事情 只不過對這個 港獨是予以否定的意思 那我就回答 無聲 也都是 認同他這個是 第一 是做任何事情 我們都是良心出發 第二 也是以法為基礎 第三 是擁護這個基本法 所以對港獨來說 我們是殺無聲 就是說 予以否定 和質惡如仇 這個意思 因為基本法 說明你不可以搞港獨 是不是 香港不可以獨立出去 所以我不是說 認錯是說什麼 我只不過是 如果引起其他人 感到不舒服 這個不是我的意願 因為我的主題就是 對這個港獨 是 排除 但是如果搞港獨的人 的確是很不開心 我又不是一定要跟那些人 搞港獨的人來道歉 因為搞港獨就基本上不對 好嗎 講清楚 好 Roger Luy 何律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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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既然在這裏 我們就要 繼續我們的撥亂反正好嗎 撥亂反正 隔走大耀廷 一齊去做 Good night Good night 好